現在剩三分鐘就可以把教材講完 因為一般來講各位教材最常見的你們就是用PowerPoint對不對 所以把它叫進來就好啦 從這邊我們開一個新的 直接開一個新的專案就好了 這邊開一個新的專案 有沒有從PowerPoint的匯入對不對 把它匯進來 那因為其實一般的那個錄影軟體 它都比較強調在什麼 就是你照著簡報這樣 然後它就把你錄下來 可是很多時候其實我們上課也好 問你的資料有沒有可能通通都在簡報裡面 我們常常會有超過以外的 包括影片包括Word 包括Excel 或者你有一些圖片的 那超過這個的話其實用那些簡報軟體 因為有些簡報軟體就是裝了之後 它就會在PowerPoint裡面 就會有加那些相關的功能 錄影的功能進來 但是如果你不是要那個簡報的話 請問你要怎麼做 就不好錄 那我們試看看 我直接從這邊 我來告訴它 我去我的簡報檔案在哪裡 假設我要這個簡報 好那我就選到它把它按開啟 OK 同名的 好那我就把它蓋掉好了 我用不一樣的名稱 好 無標題 OK 好假設這個 它這個時候就會把那個會進來 好來不好意思 我就先開一個空白的好了 來一樣 我先用預設的800 600 一張 是 不能蓋掉 糟糕 因為有其他的 你如果開一個空白的也可以 從這邊直接 來自PowerPoint的 檔案 好有沒有看到你的簡報的內容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決定你要哪些內容 如果你全部都要 就按全選 只有選起來了 我先不要了 因為這樣會太多 所以我就 大概挑幾張 好 選擇進來 OK 那麼右手邊自然縮圖的地方 就會出現 這些內容 你看 有沒有 你可以按 標題也可以 像這樣 它是不是有那個播放的順序 那您就可以在這邊 假設您是 比較單純 我要做成 離線式 就是線上的讓同學自己 自行看的 你可以在這邊 插入什麼 聲音 那插入聲音是直接錄 好 我再按一下 這個 這個三角形 這裡 你可以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 建立新的 建立新的 所以您就可以針對 您的每一張投影片 自己來這邊做一個錄音的動作 錄音的動作 那這裡呢 如果您是教英文的最好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把文字直接變語音的 哈哈 但是只支援英文 就是下面這裡 你把你的文字兩 放進去之後 它就會按產生 就會自動變成一個 男色 預設應該是女生 應該是女生的樣子 這樣OK嗎 可以啦 你可以從這邊去看 如果你做好了 我們看一下 很重要的 這個 在這邊 有一個叫標題 你看 右手邊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標題 有沒有 時代一二三四五 那這個呢 以後會變成你的什麼 選單 所以如果說 你要特別仔細 第一張是什麼 什麼樣的內容 你要來這裡編輯一下 點到它之後 你可以看到 然後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它一個名稱 好我改好了 有沒有上面就變了 我先只做一個 好只做一個 那現在呢 我就直接輸出來 反正做的方法差不多 跟剛剛差不多 對不對 你要加畫面啊 就自己抓 好要加影片就插影片 好我們來看 產生出去的時候呢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輸出的時候 是用哪裡 是用影片這個 現在請你往右邊看 有兩個可以做互動的 就是在這裡 A叫Agent 就是互動式的網頁 看到F就是變成Flash Flash的Video Flash也可以做嘛 也可以做互動的 那如果你要相同性比較高的 還是建議用Agent 因為 平板上可以看 平板上可以看 一般來行動裝置 現在是不能看Flash 那是不能看Flash 所以呢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按一下 好他會跳出這個 好會跳出這個 那這裡面呢 有分成所謂的 示範的 指導的 還是練習的 像一般現在有些 學校比如高中職啊 或者是一些 課程他會比較強調什麼 認證 所以可能就要做一些題目 對不對 那做這些題目 你可以直接做一次 錄給他看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他親自練習 就照你的步驟做的 右手邊的指導練習 就是像這樣 也就是我點了這個 再點這個 你要照著那個順序走 才行 那當然他也有數位 那就是那個 數位學習的部分 就有一個標準 叫Score 可是這個要搭配SERVER 我們現在沒有SERVER 就只能看而已 只能看 所以我先保留兩個 我在這邊 先保留這個 一個叫指導 一個叫示範 示範就是一直下去了 我就先這樣 那我把它做一個輸出的動作 好 這個一點點時間 因為我現在八個頁面而已 所以應該還蠻快的 有沒有做好了 對不對 這邊做好了 就跳出來了 我就請他 打開他 好 那你一進來 等一下我們再告訴各位 上面這裡要怎麼設定 好不好 現在因為我剛剛都沒有做任何設定 所以是無標準 有沒有 好我們看下面 有沒有發現下面 有一個叫示範 一個叫指導 如果你按了示範 各位有看到我右手邊嗎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選單 那麼老師在講解過程可以這樣 也可以怎麼樣 自己直接跳 所以如果你有用過類似像 Powercam 或者是Condation Studio 他們錄下來就類似像這樣 有一個選單 除了可以照順序下來之外 你也可以自己跳個看 有沒有問題 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他做出來是像這樣子 你看你從這邊就可以知道他現在講到第幾個 對不對 預設一張Slide的時間是5秒鐘 預設的時間是5秒鐘 他問你要不要繼續 那我這個就先取消 像這樣子 那如果是指導的 就是互動式的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 上面可以去設定 你按了哪一個按鍵 比如說點了哪一個之後 他才能夠繼續跳 只是這塊我剛剛 我們可能沒有太多時間 讓各位去示範 就是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那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有一個Logo 因為這個是商業版的功能 所以 但是應該還不至於完全 讓我們的內容不能看 所以你可以先試用看看 如果你一定覺得說這個是我要的 你再去買正版也可以 那他輸出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先解決兩個問題 這裡 有沒有 不是會變這樣嗎 這樣很難看 什麼作者都沒有 所以你可以 這個是屬於專案的設定 專案裡面 你從這邊 有一個叫做項目屬性 按一下 好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專案名稱 再來作者 知道為什麼剛剛出現這個 對不對 作者 所以這些資訊你把它填進去之後 它就出現在上面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是 一般作者 這些內容填進來就好 第二個 它輸出之後 放在哪裡 好放在哪邊 我們看一下 正常來講 會放在你放專案 這個 AdipLine專案檔位置 比如說我這樣先存起來 那剛剛呢 我們是放在我的居巢 我看一下 沒有沒有在這邊 放在這一邊 所以你把它打開 輸出的時候 它會自動產生 你如果是agent 就出現一個agent 如果你是輸出video 我們剛剛有輸出影片對不對 一樣專案資料夾之下 會產生一個叫做video 所以我把它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 那網頁都在這裡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 假設學校的所有學平台 是支援 你可以FTP放上去的 你就把這個資料夾 揪進去就好 那這樣就可以看 因為我們一般正常的話 網頁的首頁都叫什麼 都叫index 所以剛剛我們打開的時候 各位所看到的這一頁 這一頁就叫index 這樣清楚了嗎 這個是給各位 稍微參考一下 可以像這樣做成所謂的數位教材 老實講也不難嘛 對不對 你PowerPoint叫進來 你把它弄一弄就好 這是最簡單的 當然如果說你要再補充一些內容 就像我們剛剛所學會的一樣 你可以在這邊再插入什麼 空白的投影片 再去做補充內容 或者你要加影片 都ok 所以我們大致上 把怎麼製作數位教材的地方 稍微跟各位交來在這邊 請問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剩下的就是要讓各位去玩看看 真的 請問這樣有沒有很難 沒有啦 今天的真的不要客氣 全部帶走 好吧 那我把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 稍微整理一下之後 我一樣會傳到YouTube上面去 如果說您覺得不太清楚的 或者您今天沒有帶這個 隨身碟的 反正軟體就照上面去抓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